一名仪式当天 哑巴小公主近开口叫爸爸 一下就俘获了冰山老爸的心 前世女孩是世间仅存的人类 同时也是一名S级猎人 而造成人类灭亡的大魔王 正是他面前这个男人 即使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也决定完成消灭魔王的任务 因为他的家人都因他而死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女孩不小心把魔王的面具打落 这时他才看清他的面容 没想到他居然是他以前的同事 即便他们之间的回忆在美好 也抵不过杀害至亲之仇 于是还不等魔王开口 女孩就直接举起手中的剑挥了下去 伴随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他成功完成了消灭魔王的任务 而在那一瞬间他整个人也瘫倒在地 他想召唤系统检测身体状况 却总提示错误 经过多次尝试系统才重新有了反应 一检测才发现他体内的器官都在急速衰竭 并且无法自行恢复 这样的结果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毕竟一个人孤单的活着实在是太痛苦了 他终于可以和家人们团聚了 这时系统突然疯狂提示 他需不需要领取任务完成奖励 女孩被他问得烦躁不已 出于好奇他能为一个垂死之人做些什么 他点下了接受按钮 结果系统又开始暴走 而他也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 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再次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获得赔偿授权 作为完成SSS级任务的额外奖励 宿主将保留前世能力 并且提升魔法等级变为S家 不是吧 没想到死了也摆脱不了这套系统 还有前世是什么意思 正当女孩疑惑不已时 突然猛的惊醒 耳边传来系统熟悉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成功转世 女孩摆弄着自己的小手 他居然转世重生了 只是这副身体未免也太小了 而且他不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活人吗 这样的话谁能来照顾他 气得他对着系统弹窗骂骂咧咧 到底为什么非得让他重生成个吃奶的孩子 不过回过神来的他才发现 这里的环境过于干净整洁 前世因为魔王将士到处都被搞得破破烂烂 所以这里应该不是他原来的世界了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有其他人存在的 他只要把他们叫出来就行了 于是他立刻尝试大声呼救 结果发现自己居然发不出声音 这也实在是太倒霉了吧 好在这时终于有个女人进来了 他温柔地把她抱入怀中 殿下今天是你的命运一事 你紧张吗 说着女人便把她带去了宴会厅 看着满屋子的人 女人显得格外紧张 别害怕公主殿下 女孩听到这个称呼 当下脑补了童话书里的情节 突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女人仪式上如果她不能让太阳石发光 甚至可能会被废除公主之外 这形势也太不乐观了 这时女人把她举到了一块石头跟前 让她把手放上去 说是这块石头遇到魔力会发光 女孩半信半疑地摸了上去 结果空中的太阳石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而这也昭示着女孩体内拥有强大的光芒 这是一个金发男人带着祭司们走了过来 大家听着公主已经证明了她的皇室血统 从现在开始我将给公主冠上皇室的姓氏 阿纳特里西亚鲁斯特姆 这就是公主的名字 女孩一见到男人顿时激动 因为她和她前世的爸爸长得实在太小了 于是她当即呼喊地叫起了爸爸 奇怪的是她见到爸爸的那一刻 就突然门开口说话 第一次听见女儿说话的国王也是一脸懵 只能无奈地接过了女孩 看到小家伙一见到她就露出甜甜的笑容 让她的内心也不自觉柔软了 因为太喜欢哥哥 年仅一岁的小公主竟直接把她拖进了婴儿床 还对她展开了爱的小拳拳攻击 就在不久前 就如此激动 是因为她和她前世的爸爸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 距离爸爸战王已经过了整整13年 一见到国王 她的思念之情就再也控制不住 也许这就是系统所谓的奖励吧 让她在这一世和前世的家人们再续前约 令她惊喜的是 不光是前世的家人 就连毫无血缘关系的宇明叔叔也出现在了这 宇明叔叔作为爸爸的战友 也算是从小看着她长大 相当于她的第二个爸爸一样 当年叔叔和爸爸一起战王 让年仅12岁的她伤透了心 如今再次见到她们活生生出现在自己面前感觉真好 只是很快爸爸和叔叔就一起去忙正午 重新回到奶妈怀里的女孩虽然有些不舍 但能和她们再度重逢还是令她无比高兴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副身体因为太久没发过手 导致说起话来的发音非常奇怪 她还是得找机会好好练练发音才行 这时奶妈突然一脸兴奋 天呐已经到了公主该吃饭的时间了 你要在这里乖乖等我 于是偌大的婴儿房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女孩躺下开始复盘今天发生的事 系统弹窗突然弹了出来 领取奖励完成 但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领过奖励 当她准备去点弹窗查看详情时 却发现自己怎么都碰不到那么高的弹窗 于是她决定用语音指令让系统打开 谁知因为口齿不清 她试了好几次系统都说口令不效 气得她用自己的小短腿给了系统一个回旋踢 这波系统都是故意针对她时了 这时她的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你在做什么 把女孩吓得一击灵 抬眼望去 看到了一张和国王老爸哭似的眼 这是哥哥吗 见到哥哥的一瞬间 女孩便陷入了回忆 前世哥哥是陪她到最后的家人 为了抵挡魔王的攻击 哥哥直接把她推了出去 一个人扛下了全部攻击 她最后的遗言是让她快跑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笨蛋 想到这里 前世哥哥的脸逐渐和眼前的引发男孩重鸣 女孩不禁大哭起来 可把小男孩给整蒙了 求你别哭了妹妹 正当哥哥绞尽脑汁想让女孩停止哭泣时 却被女孩一把薅住头发 直接拽进了婴儿床里 然后对他展开了爱的小拳拳攻击 打得哥哥嗷嗷直叫 实在想不通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他越这样女孩就越生气 再次薅着哥哥的头发暴躁起来 你这个笨蛋 谁让你丢下我一个人了 还好这一世再次和你重重了 巨大的动静很快就惊动了侍女 他们上来就对着哥哥一通叫训 李安皇子你不能欺负公主 整个哥哥委屈至己 奈何站在婴儿床里的他此刻根本解释不清吗 等他爬出来 公主会做出那样的事 把哥哥委屈得都快哭了 女孩见他识别的模样有些好笑 于是主动扑进他的怀抱 然后悄悄凑到他耳边威胁道 别叫真了 再坚持下去有你好受的 哥哥捂着自己的耳朵有些不敢置信 他不敢想象自己年仅一岁的妹妹竟然会威胁他 不过他还是默默吃下了这个哑巴亏 毕竟他的妹妹只能他来宠 经过几天的尝试 女孩终于成功打开了系统 而系统也立即提示他有任务完成了 原来昨晚和哥哥的那次见面 竟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驯服哥哥的任务 而且还是几乎刚发布就完成了 实在是太荒谬了 不愧是他 正当他准备领取奖励时 系统居然又开始报错了 真是受够这个破系统吗 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凡是重生的小公主意外发现 自己的妈妈竟不知所踪 而且所有人都默契地从不提妈妈的行动 难道今生的她还是不能实现大团圆结局吗 前不久女孩正准备领取任务奖励时 又遇上了系统报错 对于这已经不知道第几次报错的破系统 哪怕11岁的小婴儿也忍不住口吐芬芳 但女孩并不打算轻易放弃 终于在经历了无数次尝试后 系统终于给出了补偿奖励 果然只要出现报错她就会这样 但还是莫名有点不爽 不过还是先领了再说 补偿奖励的领取倒是出乎意料的顺利 系统直接给了她一枚S级技能师 当女孩满怀期待的想看看获得了什么新技能师 却在看到技能名称的一瞬间直接梦了 鼓励与成长的劈劈喷喷 使用时能激活或恢复对方的魔法回路 次数限制了5次 这是什么奇怪的技能 不过试想一下如果对于明叔叔用这种 恐怕他会兴奋地抱着他不停贴贴 想想就可怕 还是暂时把这技能封存吧 当他关掉技能弹窗后 又弹出了一堆任务完成统治 这些似乎都是他出生后不久的任务记录 都是些成长过程中必会经历的事 看来系统是想让他好好成长 难道今生魔王还会降世吗 但很快他又强迫自己的胡思乱想 毕竟还没见到妈妈呢 想到刚才的补偿奖励 女孩再次对着系统一通乱点想让他暴露 经过一番折腾他终于再次暴走 成功让女孩获得了一级道具成长药水 这是前世身为S级猎人的他看都不会看的道具 但今生的他却格外需要 于是女孩当即把一整屏幕都灌了下去 很快就得到系统提示成长之加一 而药水的效果在第二天就显现了出来 看到女孩很快喝完了一整瓶奶 侍女姐姐们都兴奋不已 接着她们又尝试给她喂腐蚀 看到她吃得很好 她们都忍不住留下激动的泪水 之前尝试了数百次都没成功 如今她终于能够吃腐蚀了 做完这些后成长之再次加一 女孩开始扶着婴儿床的栏杆练习战 奶妈觉得也许这是一个学习走路的好机会 于是当即把她抱了出来 开始在前面不停动弄戏意 女孩也十分听话地慢慢尝试走路 尽管最后还是不小心摔倒了 但好在有小蜜蜂枕头 才避免了脑袋的磕碰 不过侍女姐姐们已经很满意了 因为她整整独立行走了五步 为了纪念女孩学会走路 侍女姐姐当即在地上做起了记号 有的女孩害羞不已 奶妈也一脸欣慰地抱起女孩 如果皇后殿下见到您这样 一定会很高兴吧 奶妈说完侍女姐姐们的脸上露出了悲伤的神色 女孩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说起来重生以来妈妈从来没来看过她 明明连雨明叔叔都早早碰面了 难道因为妈妈是皇后所以狠吗 看来她得找机会问问最有可能知道真相的人 于是这天当哥哥兴冲冲来找她时 女孩便摆出一副忧郁的模样 不停地喊着妈妈 谁知哥哥听到这话脸色猛的一遍 直接大声喊得拒不知道 然后边骂她是笨蛋边跑走 看到哥哥这样的态度 女孩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难道今生的妈妈已经不再认识了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 前世每当年幼的她哭泣时 妈妈总会让她不要哭 她说女人一生只哭三次 所以除非是特别伤心难过的事 否则轻易不能落泪 她记住了妈妈的话 成为了一个坚强的人 但如果说这话的当事人都不在 一切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前世是爸爸最先离开 今生又变成了妈妈吗 这该死的系统果然不会让她好过 理应没有魔力 帝国唯一的皇子竟被大臣之子要求当众下跪 这让哥控小公主完全忍不了 她的哥哥将由她来守护 就在不久前女孩因为妈妈的生死 为补嚎大哭了一场 自那之后她开始变得不爱吃东西 心情总是十分低禄 这可愁坏了侍女姐姐们 于是她们连忙找来各种玩具 企图让女孩开心起来 但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而女孩也知道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恐怕侍女姐姐们是害怕她重新变回白痴公主 为了她自己 也为了侍女姐姐们 她必须重新振作起来 终于她主动走向玩具开始玩了起来 这让奶妈欣慰不已 但刚把玩具拿到手的女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好像不是普通的鸡木 而是魔力石 前世这种东西只有杀死怪物才能获取 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这么常见 看到她很快就把鸡木归位 侍女姐姐们激动地夸赞她是个天才 而且她那可爱的小模样让人忍不住想吸一口 这夸张的模样令女孩汗颜不已 不过如果妈妈还在的话 应该也会喜欢这样的魔力石吧 想到这里她的情绪瞬间低落 侍女姐姐见状当即抱起了她 公主我们一起去看皇子吧 很快侍女姐姐们就带着她来到了训练场 结果却刚好目睹了哥哥被欺负这一命 几个大臣的孩子围住了哥哥 嘲笑哥哥是没有妈妈和魔力的废物 让她给大公的儿子跪下 还说大公的儿子会成为未来的国王 女孩听到这话顿时火冒三丈 这个豆芽头竟敢这样对她哥哥 而且侍从们居然还在一旁冷眼旁观 气得她直接对着那群男孩大吼起来 给我滚开豆芽头 是不是找打 她这话一出很快就吸引了三个男孩的注意 看到来人居然是她 黄毛当即指了指脑袋羞辱道 我当时谁呢 原来是白痴小公主啊 你现在是疯了吗 不过废物黄子和白痴公主还真是绝配 女孩听到这话气得指了她半天说不出话来 气死她了 她绝对要好好教教这小破孩子的作人 结果有人比她更快一步 哥哥一把揪住黄毛的领子 不准你说我妹妹 哥哥这一举动似乎终于打开了侍从们的开关 他们当即神色慌张地冲了过来 不过不是来保护哥哥的 而是给黄毛下跪求饶的 大公子请您原谅黄子殿下吧 他还小只是一时搞不清状况了 说吧他们还要推散着哥哥让他给黄毛道歉 黄毛见状立刻得意起来 只要你愿意跪下和我认错 我就勉为其难原谅你 还允许你在这座皇宫住到成年 听到这话哥哥突然微微屈膝 这让女孩急得不行 他的哥哥怎么能这么没补气 结果下一秒哥哥猛地撞向黄毛的下巴 直接把他给撞得四仰八叉 想让我给你这个混蛋道歉 简直就是做梦 现在立刻滚出我家 卫物黄子终于觉醒了魔力 这次他要好好整治那些欺负过他们的人 成为妹妹强大的后盾 身为帝国唯一的皇子 哥哥却在命名仪式那天没能让太阳室发光 而太阳室没发光则意味着他没有魔力 在崇尚实力至上的帝国 没有魔力的人是不配成为国王的 哪怕是尊贵的皇子也不行 自此哥哥便被贴上了非五皇子的标签 没人在意他的感受 哪怕是他主动提出想学习帝王之术 也遭到了老师的无情嘲讽 但即便如此哥哥也没放弃提升自己 因为他想成为妹妹强大的后盾 所以只要有任何人敢欺负他妹妹 他就一定会狠狠回忌 看着地上半死不活的大公之子 哥哥的眼神逐渐冰冷 而黄毛的小跟班们 则被哥哥今天的举动吓破了他 他们好像从哥哥身上看到了 冷户无情的国王的身影 实在是太可怕了 只有女孩毫不吝啬地表示了对哥哥的肯定 这让哥哥的心瞬间柔软 果然还是妹妹最好了 为了给予哥哥鼓励 女孩伸出小手想摸摸她的头 结果尴尬地发现自己根本够不着 奶妈当即伸出手 示意可以抱她 女孩却倔强地坚信自己一定可以 于是哥哥便让他再尝试一次 尽管女孩已经吃力地点起了脚 却还是无法勾到哥哥的头 甚至还不小心摔倒了 这下他终于认命了 只是没想到哥哥才七岁 竟然已经如此高大 突然哥哥的头猛地低了下来 然后他轻轻拿起女孩的小手 放在头顶上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能够到 虽然对哥哥这种耍帅的行为很不少 但女孩还是很贴心地替他加油打气了 这时昏迷的黄毛突然醒了过来 他先是狠狠斥责哥哥这个废物 竟敢让他受伤 然后又对着他的小弟们一阵拳打脚踢 最后还不忘再次让哥哥向他下跪求饶 不过这次他们并没有理睬黄毛 这让黄毛彻底怒了 他竟然想对兄妹俩使用魔法 但女孩可不允许他在这撒野 当即用防护罩围住奶妈等 然后同样发动了魔法 受到惊吓的黄毛 不顾众人的劝阻 直接把手中的火球扔了出去 哥哥见女孩有危险 毫不犹豫地挡在了他身前 就如同前世一样 但这次女孩再也不想失去他 于是女孩当即施展了高肩魔法 召唤出一只火凤凰朝黄毛扔去 黄毛直接被火凤凰吓得跌坐在地 然后下一秒火凤凰就开始疯狂啄他的头 痛得受不了的他只能落荒而逃 并且还在逃跑的过程中 发现自己竟然尿裤子了 这下他的仪式英明算是彻底毁 而且还有那么多目击者 这一切都是拜那对兄妹所赐 于是他当即指着哥哥破口大骂 我警告你别太得意 即使打败我也改变不了你是废物的事实 哥哥对此却不以为然 难道你输给我妹妹就不一样了吗 这话一出果然把黄毛怼得哑口无言 女孩见到哥哥终于强势起来欣慰不已 于是他决定帮哥哥一把 他悄悄绕到哥哥身后 使用了屁屁碰碰技能 技能一使用哥哥浑身就散发出奇异的光芒 然后直接解锁了积魔力 只要哥哥发挥稳定 很快就能升级到和前世一样的S级 而刚觉醒魔力的哥哥 也在众人面前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直接把黄毛吓得跌坐在地 这下谁是废物可不好说了 而就在这天 太阳石发光了两次 并且每次的光芒都异常要脸 这可是千年难遇的场景 尽管很少有人会在五岁之后觉醒魔力 但太阳石那耀眼的光芒无疑不是告诉所有人 哥哥的魔力非常强大 为了修复爸爸和哥哥的关系 女孩决定带着哥哥一起去找爸爸 谁知哥哥对此尽异常抗拒 就在不久前 哥哥终于觉醒了魔力 这让爸爸欣慰不已 当即让侍从长把哥哥的名字记录在太阳之书里 侍从长看着终于不再那么冷漠的国王惆怅不已 自从一年前的那次事后 他就一直没能从悲痛中走出来 甚至忽视了两个孩子 让孤苦无疑的他们在皇宫饱受折磨 好在如今因为皇子的觉醒 总算是有了压制野心勃勃的贝龙家族的理由 贝龙家族是除了皇室以外最大的家族 一直都对王位虎视眈眈 因为哥哥是废物女还是白痴 所以他们早已把王位当成了囊中之物 谁知兄妹俩竟突然相继觉醒了魔力 这可把贝龙夫人给集坏了 如果皇室后裔都如此优秀 他们还怎么抢夺皇位 这时他的女儿突然跑过来安慰他 妈妈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夺回属于我们家族的一切 自此贝龙家族又将筹备一个更大的阴谋 但这些女孩都浑然不知 此刻他正为了快点长大 疯狂吃东西 这可把侍女姐姐们高兴坏了 他们非常享受头胃的过程 在吃完最后一勺俯饰后 系统提示任务完成 女孩也终于如愿得到了成长药水 没想到这次居然是奶茶味 快乐水果然最棒了 正当他喝得起劲时 哥哥猛地窜了出来 吓得他差点一年早逝 想到这家伙前世就没少抢他的东西吃 女孩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 果然下一秒哥哥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不断要求他给他尝尝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女孩只能忍痛兑换了一瓶给他 可怜这家伙还以为他有多稀罕他 完全不知道他给他兑换的是 难喝的水煮白菜 哥哥喝了一口差点原地去世 这时女孩却故意在他面前卖萌 哥哥一定要全部喝完 不然就讨厌 为了不让宝贝妹妹伤心 哥哥只能硬着头皮灌完了一整瓶 喝完之后直接瘫倒在地 果然还是和前世一样弱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点 他不是应该要上课才对 面对女孩的质疑 哥哥只是敷衍地回复今天没课 当了二十几年兄妹的女孩 早就对他了如指掌 一眼便看出他在说谎 但无论他怎么感叹 甚至搬出了爸爸 他都仍旧不为所动 看来今生爸爸和哥哥的父子关系有点奇怪 晚上回到住处的哥哥 立即开始清理门户 把对他冷暴力多年的侍从全赶走了 其实他早就知道这些人是贝隆家族的眼线 如今终于有机会摆脱他们了 侍从长刚好撞见这一幕 立刻朝哥哥跪下赴京请罪 一切都是我的失职 请惩罚我皇子殿下 哥哥大度地原谅了他 并让他说明来意 侍从长当即掏出传说中的太阳之书 递到哥哥面前 这本书相当于皇室的族谷 历代觉醒魔力的皇室成员的名字都会被收录 哥哥轻轻把手放了上去 太阳之书瞬间发出耀眼的光芒 下一秒哥哥的名字便被刻了上去 侍从长对哥哥表示了祝福 想到今天发生的事 他决定要好好彻查一下皇宫里侍从的底细 一定要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 在那之后又过去两周 自从哥哥的名字被太阳之书收录后 爸爸近一次都没来看过他 不过这些哥哥早就习惯了 只是他有些心疼妹妹 如果他知道爸爸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会有多难 毕竟他是那样喜欢爸爸 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让妹妹伤心 哪怕是爸爸也不行 而女孩也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得出了父子俩不合的结论 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明明前世哥哥和爸爸的关系非常好 而且爸爸前世可是孩子们 恨不得一天25小时黏着他们 现在却可以很久都不来看他了 再加上哥哥居然还称呼爸爸为陛下 看来父子俩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差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他必须去找爸爸问清楚 于是他当即提出想和哥哥一起去找爸爸 结果哥哥一听这话 却总是试图转移话题 别无他法的女孩只能使用魔法飞出婴儿床 然后拉着哥哥不断砍球 结果哥哥还是不肯 最后女孩只能使出杀手锏 当即便决定自己一个人去找爸爸 哥哥打算阻挠时 他一把拍开了他的手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哥哥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 最终还是拦下女孩准备和他一起去 女孩激动地抱紧哥哥 他就知道这招对他有用 为宝贝女儿哭了 他便直接从百米高空一跃儿下 只为扶去他眼角的泪珠 前不久女孩为了修复爸爸和哥哥的父子关系 一番软磨硬泡下 总算成功劝说哥哥和他一起去找爸爸 他们刚到爸爸的宫殿 就遇到了骑士团团长 不得不说这一世的语明叔叔 还是和前世一样自来数 上来就和他们一阵寒暄 还和哥哥提出想抱抱女孩 结果哥哥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倒不是怕他会摔着女孩 而是怕他那一脸胡喳喳痛女孩 团长一听觉得有点道理 转头就把哥哥举了起来 怎么样皇子 上面的空气是不是好很多 这操作直接把哥哥和女孩整无语了 一开始哥哥还不好意思地吵着 让他把自己放下来 但很快他却乐在其中 这时一道声音打破了祥和的氛围 怎么那么吵 下一秒国王便脸色阴沉地出现在了窗台边 女孩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 难道是工作太累了吗 于是他立刻伸出手向国王求抱抱 结果国王只是皱着没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任何行动 女孩被他这冷漠的模样整不会了 明明前世爸爸对他是那样温柔 接着国王又对他们下了逐颗令 说这里不是嘻嘻玩闹的地方 团长立刻给他们打圆场 陛下孩子们是特地来找您的 请不要责怪他们 结果爸爸仍旧不为所动 哥哥似乎早就料到会是这种结果 愤怒地瞪着爸爸 看来形势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 爸爸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 哥哥的态度表明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而且似乎是和妈妈有关的 除此之外想不出别的可能了 正当女孩这么想识 系统的弹窗又跳了出来 这次的任务是攻略爸爸 原来爸爸在一年前受到某件事影响 才会变成如今这副冷血无情的模样 而此次任务就是帮助爸爸解开心结 和他们重新修复关系 但任务的介绍半句重点都没停 他对于爸爸的心结根本毫无厘头 而且这个破系统突然又开始暴走 大量弹窗的刷屏一下刺激得他泪流满面 爸爸看到女孩哭泣 毫不犹豫地从百米高空一跃而下 然后伸手轻轻擦去她的泪水 正当女孩愣神之际 哥哥猛地拍开她的手 请不要随便碰我妹妹陛下 都怪你弄哭了她 现在才开始在意吗 起初女孩只觉得哥哥是不是疯了 居然那样说爸爸 但看到周围的人都对此承诺 他顿时意识到不妙 看来这下误会大了 如果不赶快解释清楚 爸爸恐怕要成为指挥弄哭女儿的诈辟了 于是他连忙和众人解释 自己不是被爸爸弄哭的 结果压根没人相信 哥哥还要拉着他离开 最后别无他法的女孩只能动用魔法 嗯地孤进了爸爸怀里 他相信爸爸一定是爱他们的 因为他身上散发出的温柔的光辉是不会骗人的 正当他想和爸爸好好培养一下感情事 却还是被哥哥无情拖走了 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 这次他一定要拯救爸爸 那早日解开爸爸的心结 女孩不惜动用魔法飞上百米高楼 只为给他送上好不容易找到的三叶草 前不久由于女孩想帮爸爸和哥哥修复关系 便强行拉着哥哥一起去找爸爸 谁知却因为某些误会让父子关系更加恶劣 于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关系 也为了解开爸爸的心结 女孩便开启了攻略任务 先是大清早跑去花园找三叶草 然后用魔法飞到爸爸窗边送给他 虽然着实是把爸爸吓得不轻 但好在爸爸对他送的三叶草是若真好 还特地养在了茶杯里 这让侍从长激动的热泪盈眶 也许女孩真的能融化国王冰封已久的心 除了每天去爸爸面前刷存在党外 身为一岁小婴儿的任务就是好好吃饭快快长大 这天他突然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餐桌上竟然没有黏人惊哥哥的声音 要知道他是不会放弃和他待在一起的每分每秒的 于是他试探地询问奶妈哥哥的行动 奶妈只觉得哥哥是因为某件事耽误了并没有在意 但哥哥如果有事一般都会提前告诉他才对 难道他还在为了他非要吵着和爸爸待在一起耿耿于怀 不过应该不至于那么小心眼的 虽然嘴上说着不担心 但女孩还是去找了爸爸 不过由于等爸爸等了太久 他直接睡着了 等他迷迷糊糊醒来时 便看到爸爸那张帅脸怼在他面前 吓得他立刻坐起来求抱抱 但爸爸却愣在原地没任何动作 侍从长以为他是太累了 就劝他先去休息 爸爸拒绝了他的提议 直接开始带起了娃 侍从长询问女孩过来有什么事 女孩这才想起了正事 连忙询问他有没有见过哥哥 见侍从长今天也没见过哥哥 女孩顿时有些着急 突然他无意间瞥见了养在茶杯里的三叶草 爸爸竟然没有扔掉 这是个好兆头 而这时侍从长也提出不清楚 哥哥目前是什么状况 这下爸爸彻底怒了 亏你还是侍从长 真不像话 侍从长一听这话立刻赴金请罪 都是属下无能 还请陛下责罚 自从把皇子宫有问题的侍从都处理了后 皇子就一直很排斥新的侍从 今早新的侍从又被遣返了 侍从长说着说着接收到了女孩殷切的目光 他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立刻提醒国王是不是亲自去皇子宫 看看比较好 女孩也趁热打铁油说爸爸一起去 结果下一秒国王猛站了起来 然后把女孩扔在桌上仓房离去 气得女孩大骂以后再也不要和他一起玩了 最后女孩决定独自一个人去找哥哥 而他不知道的是 国王其实一直偷偷在暗处观察他 此刻的他也没好到哪里去 为了躲避女孩 他竟然来到了最不想来的地方 他用力扯下画像上的褶子 露出了他和妻子的合照 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 但自从一年前那件事后一切都变了 他失去了他最爱的妻子 自那之后每天都在赎罪中度 和孩子们也疏远了 但如今儿子发生这样的事 他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做是不管了 于是他当即命令侍从长派人去仔细调查 与此同时女孩也提着一篮子食物来到了哥哥的情况 结果却发现这里阴森的可怕 完全不像住了人的样子 哥哥只是吃了一块妹妹给的三明治 就发生了魔力暴走 为了拯救哥哥 女孩决定用自己的魔力进行压制 前不久为了找到失踪的哥哥 女孩决定夜叹他的宫殿 结果来到哥哥的宫殿才发现这里阴森的可怕 完全不像住了人的样子 但为了找到哥哥 女孩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 进来后他打了个响指使用光亮魔法照亮了宫殿 看到寂静的可怕的宫殿 女孩不免担忧起来 不知道这些天哥哥有没有暗示吃饭睡觉 等找到他之后干脆让他搬去和他一起住吧 他们一行人扫荡了餐厅书房浴室全都一无所获 除此之外 女孩还发现这里到处都布满了灰尘 这里的管理实在是太差了 好歹哥哥也是尊贵的皇子 女孩被气得直接大声怒吼起来 他遇到了他脏兮兮的小手 他以为女孩的侍女也磕待了他 女孩慌忙抽回手解释 没有那回事 侍女姐姐们都对我很好 哥哥听到这话才放下心来 然后拉过女孩的小手直接用袖子擦了起来 而女孩则掏出了提前准备好的三叶草 这是给哥哥的礼物 哥哥一听这话连忙掏出手帕仔细包好 难道你是为了给我摘这个才会弄脏手的吗 谢谢你妹妹 这是我人生中第二重要的宝物 我会珍藏一辈子的 看到哥哥欢喜的模样女孩欣慰不已 三叶草的花语是幸福 希望他也能给哥哥带来幸福 不过为什么是第二重要的 哥哥笑着表示女孩才是他第一重要的宝物 但女孩却很快从哥哥的笑容中捕捉到一丝不对劲 那为什么这些天都没来找我 哥哥本想用其他话题出演过去 却直接被女孩狠狠咬住了手 于是哥哥只能说是他想独自修炼魔力 女孩一听这话更气了 一看他就没说实话 最后在女孩的再三逼问下 哥哥终于说出他是因为那天女孩非要拧着爸爸生气了 不过鉴于女孩送了三叶草给他 所以现在他已经原谅女孩了 这时哥哥注意到了女孩篮子里的三明治 侍女们见状立刻急吼吼地冲上了 戏嘴巴舌地告诉哥哥这是女孩亲手做的三明治 哥哥虽然很想吃 但刚刚他已经吃饱了实在是吃不下 最后在女孩的一再感求下 他才勉为其难地准备尝尝看 谁知刚吃一口他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 侍女们以为他是噎着了 连忙给他递水 只有女孩察觉到了哥哥周遭的气场不对劲 下一秒哥哥一把挥开了奶妈的手 并让他们离他远点 然后就体力不知倒了下去 侍女们见状当即就想叫医生 哥哥却一直恳求他们别靠近 并让他们快带女孩离开 这时奶妈才意识到哥哥可能即将魔力暴走 而女孩也和奶妈想到了一块 他当即挣脱侍女的怀抱 为他们三人施加了防护罩 然后朝着哥哥飞去 等他来到哥哥的面前时 哥哥还用虚弱的声音让他快跑 这说明哥哥还保留了神志 这是一个好现象 如果失去神志只会变得更糟糕 这时女孩注意到了哥哥周遭奇怪的光环 那好像是冰系魔法 原来哥哥的体内竟存在着两种相克的魔法 难怪一直没有觉醒 而他用技能帮他觉醒其中一种魔力 反而成了他的催命符 看到哥哥痛苦的模样 女孩焦急不已 这时系统任务再次出发 这次是帮助哥哥的魔力恢复稳定 虽然有点奇怪 为什么系统任务都围绕着他自己还有家人 但眼下也顾不上想那么多 女孩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他不能再次失去哥哥 接着他又对哥哥施展了劈劈砰砰劲 成功给哥哥开启了第二属性 这样就算同时拥有火系魔法和冰系魔法 也不用担心暴走 正当女孩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时 系统又开始暴走 这次似乎是被人入侵了 而哥哥体内的两种魔力突然同时发动 情况一下变得危急起来 女孩只能试图通过自己的魔力来压制 他能否成功化险为一救下哥哥呢 各拯救哥哥 女孩竟不惜用自己的全部魔力压制暴走 结果最后却差点让自己走火入魔 好在爸爸及时赶到 才避免了悲剧发生 就在不久前 女孩好不容易找到了几天未见的哥哥 结果哥哥却突然触发了魔力暴走 为了平息这场暴乱 女孩决定铤而走险用自己的魔力压制 与此攻势一道惊雷落下 某个贵妇人诞下了一个黑发赤毛的孩子 看到孩子的样貌后妇人失望至极 这样的孩子不能成为他获利的工具 反而会成为他的阻碍 而且一旦被被龙大公发现 编柱就会中断了 不过他说不定还有点价值 毕竟刚得到消息说是皇子和公主发生了意外 正当他这么想时 宾儿床里的孩子突然睁开了眼睛 血红的双眸中透着点点红光 把妇人吓了一跳 他甚至都怀疑自己生的孩子不是个人 另一边女孩还在为了压制哥哥抱走的魔力苦苦坚持着 没多久就收到了系统的警告 由于魔力使用到了极限 导致身体各个器官出现了不同的损伤 不过女孩选择了无视那些警告继续帮助哥哥 恢复一丝理智的哥哥企图让女孩放手 但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女孩根本不敢放开他 因为现在一旦放手抱走的魔力会把哥哥撕成碎片 女孩强撑着最后一丝意志 终于平息了哥哥的魔力 但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即将走火入魔 好在这时爸爸及时赶了过来 原来刚刚他在办公时就感受到了异常的魔力波动 在爸爸的努力下总算控制住了女孩的魔力 而女孩也就此陷入了昏迷 亦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他们又纷纷倒戈开始拍大公妃的马屁 虽然大公妃对这样的强头草很不屑 但听到他们的夸奖还是很受用的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形势又变得对他们家族有利了 也算是一喜之前的耻辱 与此同时的皇宫内 女孩自从那天昏迷后已经连续高烧三天了 侍女姐姐们被急得团团转 而哥哥更是守在他身边三天没吃没喝 为了让哥哥重新振作起来 侍女姐姐只能搬出女孩 皇子殿下请你务必要吃点 不然公主醒来肯定会责怪的 听到侍女姐姐这样说 哥哥这才终于愿意吃点东西 此刻她只希望妹妹早点醒来 以后她再也不会惹她生气了 为了救下魔力抱走的哥哥 女孩竟差点失去记忆 好在她顽强地挺了过来 还看到了完好无损的哥哥 就在不久前 女孩为了救哥哥昏迷了整整三天 而哥哥也守在她的身边三天没吃没喝 经过侍女姐姐的耐心劝导 才勉强吃了一些食物 不过还没吃多少她就吃不下了 然后踉呛地走到女孩的床边 看到女孩烧得小脸红扑扑的样子 哥哥顿时心疼不已 想到这些天一次都没露脸的爸爸 哥哥对他的怨恨又添了几分 不过他明白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 只希望女孩能赶快好起来 但有一点他觉得很奇怪 那天究竟是谁救下了他们呢 按照常理来说 普通人如果贸然去救 他们会被卷进魔力风暴中才对 想到这里他回头想询问奶妈一些细节 结果却突然一个腿软 就在哥哥即将摔倒在地时 一双大手稳稳地接住了她 原来是爸爸及时赶来了 爸爸抱起昏迷的哥哥放到了女孩身旁 他伸手在哥哥的额头上感受了一番松了口气 还好现在魔力已经稳定下来了 接着他又脸色复杂地看向一旁的女孩 那天他感受到异常的魔力波动 便直接从办公室的窗户一跃而下 然后朝着哥哥的宫殿狂奔过去 等他赶到现场发现了即将暴走的女孩 于是他当即使用自己的魔力压制 好在爸爸的魔力足够强大 女孩在爸爸的怀抱里慢慢恢复了平静 等一切平息后 爸爸就命令在场的侍女 不要和兄妹俩提起他来过的事 这才会有刚才哥哥的疑惑 原来都是爸爸的刻意隐瞒 好在侍女姐姐们都是当初妈妈亲自挑选的 所以他们对爸爸还有兄妹俩都是忠心耿耿 这也是爸爸能放心把兄妹俩交给他们照顾的原因 接下来只要让兄妹俩好好休息 就能慢慢恢复了 只是他没想到女孩的情况会这么严重 即使每天晚上都进行魔力治疗 但他的情况依然没出现好转 想到这里他轻轻握住女孩的小手 祈祷他能快快好起来 而此刻意识空间中的女孩也在努力和并魔抗争 即使他忘了哥哥的模样 也忘了自己是谁 但他也没放弃自救 终于在第二天的午后 女孩缓缓睁开了眼睛 虽然刚醒来还有些迷糊 但他很快就想起了自己的名字 也想起了哥哥魔力抱走的事情 当他着急的起身寻找哥哥时 却突然脚底一软 直接摔倒在床上 而这时他也注意到了躺在他身旁的哥哥 看到他平安无事的模样 女孩忍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 哥哥没事真是太好了 为了让爸爸和哥哥和好 小公主特地给他们准备了丰盛大餐 谁知父子俩一见面就剑拔弩张 就在不久前 女孩和哥哥从昏迷中双双醒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 他们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为了庆祝这次劫后余生 女孩决定举办一次家庭聚餐 谁知尼斯夫人的想法竟和他一样 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在国王面前献殷勤 所以特地空运了很多珍贵食材 希望能大展身手 但当他打开厨房的门后却彻底傻眼了 没想到厨师们已经井然有序地开始备菜 而女孩正和奶妈在一旁捡工 想到马上就要举办的家庭聚餐 女孩顿时欣慰不已 虽然如果妈妈也在的话会更完美 但现在这种情况也不敢多奢求 还是好好珍惜当下吧 正当他和奶妈为厨师们加油打气势 尼斯夫人没好气的声音传了过来 爱让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女孩听到这话狠狠瞪了他一眼 而奶妈则连忙跪地和他解释 他们在准备家庭聚餐 尼斯夫人一听立刻教训起了奶妈 真是胡闹 公主才从重伤中当恢复怎么能做这些事 你分得轻轻重缓急吗 奶妈立刻道起了钱 但女孩却突然挡在了他身前 我已经恢复活力了 所以准备这些没问题了 尼斯夫人听到这话先是朝他醒了个礼 然后又毫不留情地嘲讽你来 公主之前我还以为您永远无法醒来 如今看到您如此有活力的模样我就放心了 起初女孩还没听出她的弦外之音 直到接下来的话才让她意识到了不对劲 不过您才刚刚恢复 还是别再让国王担心了比较好 这下女孩算是知道这个大婶是不宜来找她的 当即表示绝不会让出厨房 于是尼斯夫人又把矛头对准了奶妈 爱儿你是怎么管教公主的 还不快把她带回去 女孩一听这话当即怒了 不准你欺负奶妈 有什么就冲我来 不要波及无辜的人 这下尼斯夫人一下成了整个厨房的交代 酷爱面子的她只能不甘心的和女孩道歉后退下了 另一边国王爸爸收到了女孩的聚餐邀请 但她却还是觉得自己无言面对孩子们 所以并不想去 结果没想到下一秒女孩直接冲了进来 一把扑到她脸上 原来她早就料到爸爸会这样 所以早早的就蹲守在门口了 在她的一阵轻胆攻势下 再加上侍从长的助攻 国王爸爸才终于松口答应 等他们来到餐厅 哥哥便兴奋的冲他们招手 妹妹谢谢你邀请我 快来一起吃吧 结果当看清女孩是和爸爸一起来时 哥哥的脸瞬间垮了下来 陛下看来你终于肯抽出时间了 一时间气氛竟变得异常凝重起来 为了帮助爸爸和哥哥和好的小公主 突然发现 爸爸和哥哥决裂的原因 竟是爸爸一次有别的女孩 而且妈妈好像也是因为这件事 才跟爸爸离婚的 这让她的相亲相爱一家人 美梦彻底破碎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不久前 女孩满心欢喜地准备了一次家庭聚餐 结果哥哥一见到爸爸 就开始指责起来 陛下看来您终于有空了呢 一直以来您都对我和妹妹不闻不问 难道是因为我觉醒了魔力 所以您现在才来假装关心我的吗 女孩眼看哥哥越说越过分 连忙出手制止 别这样说爸爸哥哥 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 没想到哥哥却突然叹了口气 妹妹啊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讨厌你们 说吧哥哥便冲破窗户静置跳了下去 感情跳窗这件事是祖传的吗 怎么一个两个都这么爱跳 看着哥哥渐行渐远的背影 女孩还是一头雾水 她至今都搞不懂 爸爸和哥哥之间究竟怎么了 而他们显然都不想告诉他 果然下一秒爸爸也借口离开了 任凭女孩如何挽留都没用 她只留下一句对不起 便匆匆离去 等到他们都离开后 女孩还是对今天的事耿耿于怀 明明上辈子他们家这么和睦 怎么今生会变成这样 爸爸和哥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想到这里女孩忍不住点开系统弹窗 希望看看有没有有用的任务通知 但偏偏这种时候她就没有任务 而且还没点几下 又开始抱错起来 真受不了这波系统 要不还是就此摆烂吧 正当女孩这么想识 系统突然提示让她确认技能术 女孩立刻迫不及待地点开看了起来 结果竟意外发现自己多了个 可以读取对方记忆的一级记忆 虽然知道随便偷看别人的记忆是不对的 但眼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破绝了 于是女孩当即便海上奶妈他们一起去了哥哥宫 此刻的哥哥正在暗自伤神 一听女孩来了 立刻和他道起了签 刚才的是对不起妹妹 明明是你辛苦为我们准备了饭财 女孩表示她并不介意 并让奶妈他们暂时退下 接着她又一脸严肃地询问哥哥 到底和爸爸之间发生过什么 果然哥哥还是一如既往地不肯说 既然如此女孩也只能使用技能术 虽然有点对不起哥哥 但毕竟这是为了家庭的和睦 下一秒女孩便闭上一只眼睛 用单眼看向哥哥 很快技能发动后 她便进入了哥哥的意识空间 哥哥的意识空间比她想象的要阴郁得多 突然她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她还在妈妈肚子里试哥哥的回忆 终于看到活生生的妈妈后 女孩激动得热泪以后 但眼下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找到爸爸和哥哥决裂的原因 突然她又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争吵 妈妈斥责爸爸 为什么要在她怀孕的时候被害 爸爸没有解释只是一味地道歉 最后两人发展到了离婚的地理 而这些都被门外的哥哥听了个正照 当女孩看到这里时 意识突然被哥哥换回了现实世界 妹妹你没事吧 刚刚突然发呆都没有回忆 吓死我了 想到刚刚得知的爆炸新闻 女孩连忙挣脱了哥哥 匆匆和他告别 从刚刚的谈话来看 爸爸似乎有别的女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确定爸爸是否真的被判了家庭 女孩悄悄对他用了毒心术 谁知竟无法看到他内心深处的记忆 但却意外听到了爸爸的心声 原来他其实还是很爱他和哥哥的 就在不久前 女孩从哥哥的记忆中 得知了他们父子决裂的真相 竟是因为爸爸疑似有了别的女人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前世爸爸可是最爱妈妈 想到这里女孩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还好有哥哥及时接住了他 才避免了摔倒 妹妹你还好啊 难道我离开后陛下又对你说了些什么吗 女孩一听这话立刻打起了圆场 才没有那种事 我只是有点累了 哥哥听到他这样说顿时紧张的不行 也是你的病才刚好 会不会太勉强了 如果有困难一定要及时告诉你 因为你是我最真实的妹妹 女孩听到这话连连答应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关于爸爸的绯闻 哥哥一定不会和他细说 于是他只能亲自找到爸爸 准备用毒心术一探究竟 结果当他对爸爸发动技能时 却被告知技能错误 在一连几次错误后 正当女孩怀疑这鬼系统没有抽风时 他又弹出了一个弹窗 上面竟然显示着爸爸的心声 他正在夸他真可爱 看来他这个技能不能看到爸爸内心深处的记忆 但却能听到他的心声 不够光凭心声就能确定爸爸还是爱着他们兄妹俩的 于是女孩当即对着爸爸撒起了脚 还主动爬到了他怀里 看到女孩这可爱的模样 爸爸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 想到这里他认真地看向了爸爸 爸爸我知道其实是你救了我和哥 因为你也深深爱着我 爸爸听到他这话猛的意见 显然没想到他会突然这么说 耳尖不由地泛起很浓郁 妈妈曾说过爸爸只要害羞了耳尖就会变 看来他猜的一点也没错 但爸爸似乎有什么难言之言 嘴里难难着自己没资格爱他 正当女孩疑惑之时 于明叔叔突然前来汇报 一看到女孩也在他顿时激动不已 当即就想扑过来抱抱他 但女孩被他打断了对话很不爽 完全不想靠近他 这顿时让于明叔叔难过不已 明明他都特地为了女孩剃干净胡子了 而他死缠烂打的样子也令爸爸很不熟 你不能把这件事强加在公主身上 明明是你自己想剃才那么过 于明叔叔见他们父女俩这样一致对外 直接当场嚎啕大哭起来 女孩被他这浮夸的演技无语道 干脆继续对着爸爸撒娇 谁知爸爸见到他这样却是一脸落寞 你难道不讨厌我吗 是我让你们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妈妈 本末多时的爸爸终于对女孩敞开了心扉 攻略爸爸的任务也总算圆满完成 父女俩就这样紧紧抱着彼此 害怕再次失去所珍视的人 就在不久前 爸爸主动和女孩坦来自己是个罪人 害得他们小小年纪就失去了妈妈 而她的心里一直觉得这样的 她没资格去接近她 女孩听到爸爸的心声直接哭了出来 所以你才会一直那样对我们吗 实在是太糟糕了 明明你并没有真的讨厌我们 看到女孩越哭越凶的母娘 爸爸连忙把她抱起来 结果女孩的眼泪却根本止不住 其实我很喜欢和爸爸一起玩 但我讨厌那样假装讨厌我们的女孩 明明我们好不容易才再次相见 前世爸爸的离世给了他们一家莫大的白鸡 他们强忍悲痛举办了一场没有遗体的葬 所以在今生重逢之时 女孩才会那样激动 结果爸爸却一直对她那么冷 实在是太伤人心了 爸爸见她这样连忙把她揽进了怀里 她不明白该怎么安慰抱哭的小女孩 听到她哭得如此撕心裂肺 让她也忍不住眼眶湿热 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和女孩诉说着对不起 这时系统响起了久违的提示音 攻略爸爸任务完成 开启新的分支任务和爸爸变得亲近 另一边在得知他们父子三个吵架后 尼斯夫人就匆匆赶来找哥哥挑拨离间 现在正是让他们决裂的好时机 当他走到门口时 突然听到哥哥正在赶布什中将离开 尽管布什中将一直表示 他是爸爸派来保护他 但哥哥却怎么也不相信 这些年来的不闻不问 再加上妈妈那件事 让他早就对爸爸死心了 现在他只想让布什中将赶紧离开 尼斯夫人偷听到这些只觉得好笑 爸爸派布什中将过来 其实就已经是默认哥哥是继承人了 没想到那傻小子居然要赶他走 这情形对他真是太有利了 于是他一把推开房门 让布什中将赶快识相地离开 一直赖着不走 难道是想造反不成 而哥哥也很快注意到了 他身上那件原本属于妈妈的衣服 下一秒哥哥的周遭便凝聚起了魔力气流 然后他恶狠狠地质问 尼斯夫人为什么穿着妈妈的衣服 并让尼斯夫人想清楚再说 不然他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处理 偷走妈妈东西的小偷 尼斯夫人一听这话大惊失色 连忙跪地求饶 冤枉皇子殿下 这是皇后殿下送给我的 说是最后的礼物 在得到这个回复后 哥哥恢复了平静 并让他们两个滚出去 结果没想到尼斯夫人居然赖着不走 还认为哥哥是个好糊弄的小孩 皇子殿下皇后殿下 曾恳切地拜托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哥哥听到这话猛的疑了 不包括妹妹只有我吗 尼斯夫人一见 他上钩了顿时喜笑颜开 当然了皇后殿下只爱您一个人 今后我会代替皇后殿下好好爱护您的 会比国王陛下还要做得更好 没想到他刚一说完 哥哥就一把推开了他 你这个骗子 竟敢说妈妈不爱妹妹 还利用妈妈说谎 我不需要别人来照顾我 我只要有妹妹一个人就足够了 结果哥哥刚一说完 就看到了在门口盯着他偷笑的女孩 为了帮助哥哥和爸爸解开心结 女孩设计把他们俩关在了一起 结果却意外发现 两人对他的好感度全都爆表 这突如其来的发现 让他不由得面红而赤 前不久尼斯夫人 故意在哥哥面前挑拨离间 没想到却反被哥哥一把推倒 哥哥还大声扬言 今后只要能和女孩一直在一起就足够了 没想到这话 被刚好感到的女孩听了个正证 哥哥的脸突然降得通红 还没得女孩反应过来 他便再次跳窗逃跑了 真是的为什么每次都来这招 哥哥刚走地上的尼斯夫人 就开始鬼哭狼好起来 明明刚刚还离他们足足有五米远 转眼就挪到了爸爸脚边 陛下虽然皇子殿下好路 但我没关系的 女孩看到尼斯夫人做作的模样 不由地扎了扎嘴 不过是被个七岁小孩推了一下而已 哪有那么严重 结果听到他扎嘴后 侍女们突然一脸激怒 天哪公主殿下怎么连扎嘴都那么可爱 女孩被他们夸得尴尬的不解 只希望自己能快快长大 不过面对尼斯夫人这种人语 其骂他还不如无视他 于是他干脆和爸爸聊起了天 爸爸你刚刚还是太害羞了 爸爸听到这话声表无奈 比起这个我觉得你哥哥 应该是因为讨厌我才逃跑的 之后再找机会慢慢对他敞开心扉吧 女孩一听这话顿时着急不已 可是我希望爸爸和哥哥能好好相处 爸爸见到他满脸稀奇的模样 当即抱着他从窗台跳了下去 这可把佣人们都吓坏了 立刻匆忙追了出去 而留下来的骑士们 也麻利地处理了尼斯夫人 整个尼斯夫人无语至极 搞不懂自己的计划究竟哪一步出错 而另一边的女孩和爸爸 在跳窗后成功追上了哥哥 虽然一路上哥哥不断挣扎着想逃走 但还是被他们强硬地带到了一间房间 哥哥刚一被放下就想逃跑 结果却被女孩他们早就布置好的 魔法结界给拦住了 女孩表示他们有些话想和哥哥说清楚 结果哥哥却一点也不想听 于是别无他法的女孩只能顾忌重施 哥哥这么想逃走 难道是不爱我吗 哥哥一听这话慌忙摇手 哥哥怎么可能不爱你吗 女孩听到这些开心地拉住哥哥的手 那哥哥你还会跑吗 在哥哥再三承诺不会再逃跑后 女孩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这下计划可以顺利进行了 于是接下来他们拿出了各种各样的高点 开始了父子三人的第一次下午茶 结果父子俩却全都脸色阴沉一言不发 这让女孩郁闷不已 于是干脆打开系统看起了好感度 结果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没想到这两人对他的好感度都达到了最高级 看到两人对他无比关切的模样 顿时让女孩脸红的要爆炸 经过女孩的不懈努力 爸爸和哥哥终于和好如初 而女孩也发现了系统的猫腻 他似乎是某个熟悉的家伙扮演的 前不久女孩在帮助爸爸和哥哥和好的过程中 使用了查看好感度技能 近意外发现爸爸和哥哥对他的好感度全都爆表 但眼下他们俩对他的好感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对彼此的好感度 于是女孩立刻偷偷探查了一番 发现爸爸对哥哥的好感度是最高级别 但哥哥对爸爸的好感度却仅仅只有一格 看来只能靠爸爸多多努力了 爸爸你想对哥哥说什么赶快说吧 没想到爸爸居然又想临阵脱逃 虽然我很想和你哥哥好好谈谈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没什么资格 女孩一听这话直接一把捧住爸爸的脸 你不用考虑这么多尽管说出来就行了 而这句话正是前世的爸爸告诉他 前世他和朋友们闹了辩论事 爸爸总会耐心开导他 色奈亚如果不好好说出来就不能传达你的心意 即便真的对对方感到很抱歉也要好好说出来 不然隔阂就永远无法消除 想到这里女孩拍了拍爸爸的肩膀 加油爸爸我相信你可以 于是在女孩的鼓励下 爸爸终于勇敢地来到了哥哥面前 然后轻轻拍了拍他的手 对不起李斯恩 不管是你妈妈的事 还是放任年幼的你和妹妹不管的事 实在是非常抱歉 说到这里哥哥的眼角已经起满了泪珠 爸爸抬手轻轻扶去他的泪珠 事实上我一直以来远离你们的原因 是因为我认为我没资格去爱你了 但你妹妹说那样是不对的 听到这些话哥哥哽咽着开口 所以你是想让我原谅你吗 谁知爸爸却摇了摇头 我不奢望得到你的原谅 我只是想和你说声对不起 哥哥听到这话紧紧搂住 爸爸放声大哭起来 你这混蛋不知道这些年我多么煎熬吗 女孩看到父子俩抱头痛哭的模样 也瞬间湿了眼眶 然后迫不及待地飞向了他们 今生他绝对要好好守护自己重要的家人们 自从顺利让爸爸和哥哥和好后 女孩每天都乐呵呵地傻笑 这快乐的氛围不知不觉也感染了侍女们 直到这天女孩收到了系统的任务完成通知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希望你能兑现你的誓言 女孩看到这无比女人话的语气有些疑惑 其实这不是系统第一次用这种语气 早在前世他临死之际 系统就谈出过他是不是不喜欢他这种话 奇怪的是他并不记得自己有对系统说过这种话 按理来说系统不应该有人格才对 难道是转世重生后他发生了改变 仔细想来今生他一直都在给他发布一些有利的任务 或者让他成长 正当女孩想一探究竟是 系统又开始报警了错 于是女孩只能躺平百滥 不管对方是敌还是友 他都不会允许他再伤害他的家人 这时爸爸和哥哥刚好来探望他 自从任务完成后 他们俩就日渐清静了起来 想到任务女孩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遗忘什么 他好像还没有收到这次任务的奖励 而这些爸爸和哥哥全然不知 哥哥还在妄想掐一掐他那如同棉花糖一般柔软的脸颊 要不是爸爸极力阻止 恐怕他真的要上手了 结果就是只有女孩一个人受伤的世界大成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被系统割了奖励 与此同时的内斯卡公国 一位身着华丽服饰的黑发少年正躺在魔法祭台上 一旁的老者泪眼婆娑地唤着他王子殿下 而少年只是缓缓睁开筋谋 嘴里呢喃着这次我一定要 然后再次闭上了眼 成功帮助爸爸和哥哥和解后 三个人总算一起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也终于在两年后开启了对大公一家的反击 这两年里爸爸和哥哥没少花时间陪伴女孩 甚至还专门给他置办了一套魔法仙子的套装 尽管作为内心是个成年人的女孩来说着实有点幼稚 但这粉嫩嫩的套装实在是让人有些无法拒绝 于是女孩当即换上衣服演了起来 把爸爸和哥哥给蒙得不要不要的 不仅如此哥哥还热衷于找各种好玩的玩具给他 这天他又带来一个娃娃屋 他觉得里面的公主玩偶实在是太像女孩了 所以才会迫不及待端过来献榜 而女孩在看到娃娃屋后轻描淡写地夸了句很可爱就没后续了 这顿时让哥哥紧张不已生怕他不喜欢 见到哥哥那样女孩当即拿出玩偶邀请他一起玩 他选了公主和魔王的玩偶 而哥哥则选了王子的玩偶 看到两人玩得不亦乐乎的模样 奶妈也是欣慰不已 这时侍女突然在门口轻声呼唤奶妈 这顿时引起了女孩的警觉 有点好奇他们要讲什么悄悄话 于是女孩当即停下手中的动作偷听了起来 另一边侍女把奶妈叫出去后 便和她讲起了最近流传的谣言 原来是不知道谁到处造谣说 哥哥自从经历魔力抱走事件后就失去了魔力 而女孩也因为那次事件重新变回了白痴 并且造谣者还说爸爸在得知这些后决定抛弃兄妹俩 转而收养贝隆大公的一双儿女 女孩听到这些当即捏紧了拳头 他们还真敢想 不过这恐怕是因为他们一家太久没露面的缘故 自从解开误会后 他们就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没想到反而成了有心人歪曲事实的依据 这是一旁同样偷听的哥哥悄悄询问女孩 接下来该怎么办 女孩比了个手势表示当然要狠狠反击 不然他们还真以为他们家这么好欺负 于是次日爸爸就举办了宴会邀请贵族们赴宴 大家见到久违的大公妃纷纷上前恭维 大公妃殿下真是好久没见到您进宫了 这次居然还带着公子和宫女来了 我们公子和宫女当真是郎才女貌 只有他们才能肩负起帝国的未来 大公妃听着这些恭维话顿时飘飘然 这样才对吗 她的孩子们才是最合适的继承人 不像那对废物兄妹 是连魔力都没有的可怜家伙 想到这里大公妃给了罗斯侯爵夫人一个眼神 然后便带着孩子们进入了会场 此刻的会场里早已人山人海 毕竟这是国王时隔两年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大型宴会 而这次大家前来都是为了吃瓜的 想知道国王到底会不会让贝隆大公家的孩子成为继承人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 爸爸带着女孩和哥哥入场了 众人看到安然无恙的哥哥都大吃一惊 按理来说经历了魔力暴走的人应该没有恢复的可能才对 哥哥注意到了人群中的阿基里斯 悄悄用口型喊他尿裤子小鬼 可把阿基里斯气得够呛 而这时爸爸怀中的女孩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看到那如同天使般的可爱容颜 让人很难相信他会是个白痴 而且哥哥也完全不像失去魔力的样子 再看看爸爸对他们俩如此重视的态度 一点也不像传闻中那样已经放弃了他们兄妹俩 虽然大公妃此刻已经有些慌乱了 但他还是坚定地相信女孩已经变回白痴了 而这么疼爱孩子的国王也一定会接受他的孩子 于是他再次向罗斯侯爵夫人使了眼色 接着罗斯侯爵夫人便直接来到了爸爸面前 陛下请允许我以帝国的子民的身份斗胆向您敬言 请您让贝隆大公子和大公女成为您的继承人吧 这样才能让民众能放心 躲在爸爸披风下的女孩听到这番话露出狡黠的笑容 果然一切都和他预想的一样 时隔两年女孩终于联手爸爸和哥哥收拾了大公一家 自此关于他和哥哥是废物的谣言不公自补 而他们一家也即将迎来幸福的未来 就在不久前罗斯侯爵夫人在大公妃的怂恿下 跑到爸爸面前敬言 希望爸爸能把大公家的一双儿女立为继承人 这话一出顿时引来了大家的议论 尽管这件事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就这么当着女孩和哥哥的面提出来也太过分了吧 而藏在爸爸披风下的女孩却乐见其成 这意味着大公妃那个笨蛋上钩了 接下来他会要他们好看 结果没想到这事爸爸突然不按常理触开 只见他脸色阴沉的质问罗斯侯爵夫人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皇子和公主都是曾让太阳室发过光的人 怎么就没资格当继承人了 爸爸话音刚落 在场所有人就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威压 骑士团团长默默看着那些受罚的人无奈至极 这些人就是过得太安逸了 才忘了当今国王是经历了怎样的血战夺得皇位的 他不仅在继承之争中凭借一己之力除掉了五个竞争者 更是亲自斩首了企图造反的同富一米的哥哥 虽然在遇到皇后他有所收敛 并在失去皇后变得无欲无求 但其实他骨子里还是那个令人闻风丧感的杀神 所以这些人敢触碰国王的逆龄简直就是找死 而女孩也意识到爸爸的情绪隐隐有些失控 当即紧紧拽住他的衣服制止了他 看到爸爸恢复理智 大公妃颤颤巍巍出来打圆场 陛下您怎么能这样逼迫勇于敬言的忠臣呢 来人还不快把他扶下去 听到这话众人立刻七手八脚的把罗斯侯爵夫人带了下去 经过医生诊断 他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需要静养好几个月 这顿时让女孩恨铁不成钢 如果不是爸爸这么沉不住气 他就能借此机会好好修理大公妃和豆芽头了 看到宝贝女儿气鼓鼓的小模样 爸爸当即道起了钱 对不起宝贝我不是故意的 看到爸爸如此卑微地哄着女孩 阿基里斯绷不住 凭什么那个废物能当皇子我却不能 陛下您不是说好要让我当皇子的吗 大公妃看到儿子这样顿胆不妙 对不起陛下 阿基里斯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有些口无遮拦 还请您务必原谅他 结果阿基里斯听到他这样说更暴躁 我哪有不懂事妈妈 明明大家都说我会成为皇子 哥哥听到他的话忍不住冷笑一声 如果皇子是你这样的人 恐怕太阳神都会叹息 阿基里斯一听顿势不爽了 你这失去魔力的废物有什么资格侮辱我 早在两年前你魔力暴走的事就传开了 但凡引发魔力暴走的皇族至今没有一个恢复魔力 大公妃健壮也帮着儿子说话 是啊大家都知道皇子殿下引发了魔力暴走 而公主殿下因为发烧似乎也有些神志不清 哥哥看到母子俩一唱一和的模样只觉得好笑 暂且不论我和妹妹 就算真让你继承皇位 难道国家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吗 阿基里斯被他对得哑口无言 当即就想上前用魔法给哥哥点颜色瞧瞧 结果没想到哥哥的手中突然浮现出白色的光芒 两道魔力碰撞后 明显是哥哥更胜一筹 哥哥冷冷地看着狼狈不堪的阿基里斯 默默地收回了踩在他胸口的脚 而此刻的众人也终于意识到哥哥失去魔力是一个谎言 教训完阿基里斯的哥哥 当即屁颠屁颠地跑到女孩面前邀功 我做得很好吧妹妹 结果女孩只是狠狠瞪了她一眼 好什么好你这个笨蛋 父子俩见到她这模样非但没生起 反而怀念起她小时候发牢骚的模样 这顿时让女孩更郁闷了 而父子三人的温馨互动也被众人尽收眼底 纷纷感叹女孩实在是太可爱了 听到这话的爸爸内心当即得死起来 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女儿有多可爱了吧 而哥哥则是骄傲地扬起了头 经过这番闹剧后 大家总算知道了关于兄妹俩的谣言全是假的 始作俑者可能就是大公一家 这下大公妃算是彻底她防了 而女孩则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扳倒了她 只是爸爸和哥哥突如其来的撒娇令她很不适应 感觉实在是太丢人了